阿弥陀佛 这个漫画画得很好 让人看了都很欢喜 像江义子老师 他很有艺术天分 在李秉仁老师指导他 在艺术的领域行菩萨道 他画的画不只感动了华人 很多其他种族的国度的人 看了那个话都受到感动 所以确实是行行出状元 当父母当老师的不能执着 他一定要怎么样 一有执着 看这个孩子就不是很客观 就不能顺势而为 顺他的财性去培养 所以最怕有执着 好心一执着 自己累 孩子也累 学生也累 但是这个不执着 确实不容易 这一首歌曲最后 有三个台词重复三次 就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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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得像啊 我们见太多了 打着老法师的旗帜 但是处世带人接物都跟老人家交的 做的不一样 自己还觉得自己贡献很大 很多人他都觉得是自己度的 我还没有听老法师 因为台湾的佛教团体不少 当时候 因为我没有从事教学 会去参加一些 营队老师 也要参加一些培训 那刚好有佛教团体办教师培训 我们去参加了 在车上跟他们的工作人员一起 听到他们在谈话 因为我们对佛法还不是很深入 不是很了解 他们开口就是 谁谁谁谁是我度的 谁谁谁是我度的 我当时候听啊觉得怪 但不知道怪在哪 所以其实我们的心念不对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种磁场 敏感的可以觉得怪 可以感觉到 但有时候说不上来 可能我们自己也会遇到一些事情 遇到人 遇到事 觉得怪 但不知道怪在哪 昨天有一个同学问我 有长辈劝他 讲的道理啊 也都对 怎么他好像很难接受 其实这个孩子也很可爱 他提出来了 他就都讲的都对啊 怎么我好像心里不是很舒服 我就跟他说了 可能呢 长辈讲话的时候啊 有控制的磁场 有要求的磁场 敏感的孩子可以感觉到 那进一步我就跟他讲了 不要被不舒服影响 心量要大 不以人费言 人家讲的对就应该听了 量大福才会大 再来这个长辈也给你上了很重要的一课 要劝别人呢 不在言辞上面而已 更重要的是心境 这个给你上了 你以后啊 终身难忘 善用心的人没有坏事的 再来你心力要更大 这个长辈 修行时间比你长 但是他落入误区了 他有控制要求 你要表演没有控制要求 你就再给他演说了 这样不会见人家的过 这老法是教的 人家不笑 你做笑给他看 人家不剃 你做剃给他看 人家有控制 占有 你表演没有丝毫控制占有 给他看 哪怕当事人看不懂 旁边的人看懂 我们也不要强求 对方一定要听懂 那又变成我们的控制要求 见人恶极内行 我们不能又掉进去 重重无尽的 见人家的过的漩涡里面去 佛菩萨度众生有耐性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这个月不行 下个月 这一年不行 下一年 这一生不行 下辈子 人与人的缘分呢 来不得丝毫的勉强 一勉强啊 适得其分 反而后面的缘呢 都没了 所以这个着急不来啊 我们自己啊走过了不少路啊 自己也犯很多错 粉饰太平 所以我种这个鹰呢 可能自己接触的团体 带的团体 也会有这个问题 这怪不得别人 如是鹰 如是果 所以刚刚看到 这个歌曲讲的 做的和说的一样啊 才懂得诚实 是勇敢 更是力量 对老师要无犯无影 自己也有避重就轻啊 去做汇报 反而师父上人呢 指导不了自己 所以 做之君 做之亲 做之师 都是很重要的责任 要把它做好啊 我们一定要 随顺圣贤 佛菩萨教会 不能随顺自己 这一生 还没学佛以前的时期 我们都在社会上走过 每一个社会的领域 只要它不是修行的状态 每一个领域都会有每一个领域形成的习惯 行为惯性 为什么 万法应援生 都要调整啊 当小学老师 可能有小学老师 形成的一个习惯 当律师 有律师的习惯 做销售员 有销售员的习惯 从商 有从商的思维习惯 我们都转过来了吗 我们都依佛菩萨教诲了吗 谈何容易啊 一不小心 本来的想法看法 说法做法 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共勉 看懂佛菩萨 师父上人在说什么 在表演什么 老人家给英国汉学院同学们的勉励 内学释迦牟尼佛 不贪 不撑 不吃 不慢 不饮 外学 孔老夫子 温良 公 简 让 不贪 财 财 社 明 石 碎 地域五条根 慢慢淡 不贪 权位 不要去想控制事情 不要去占有 这都是贪 要懂得发掘人才 懂得授权 不然位置越高 因果越重 神性因果 神性因果 很重要 神性因果 神德有一个朋友 大我五岁 他送我一本菜根坛 菜根坛第一句话 我印象很深 弄权一时 七两万古 这句话 世间人 他是从历史当中看 他感情快 严松 这些弄权的人 确实是七两万古 从学佛的角度 在佛门弄权 都是阿比地狱的罪 不能让任何众生 因我生烦恼 要有这样的心境 菩萨所在之处 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外学温良 恭敬让 不给人家压力 这是老法师给我们表演的 温和 善良 恭敬 对任何人都恭敬 认同我们的 我们就欢喜 不认同的人 就对人差别待遇 就分别心太重了 恭敬 节俭 用大众的钱 要节俭 一块钱 要当两块钱用 还有谦让 让明于上 让恭于众 这是外学温良恭敬让 内学不贪 内学不贪 不撑 当老师 当领导 不能情绪化 不能强迫人 强迫人 承恨心就上来了 什么事能强迫得了 强迫不是亚苗助长 说实在的 我们会强迫人呢 都不是学佛的时候就这样 以前还没学佛就这样 结果佛门这么殊胜的员反而变成我们增长 强迫人的习气 因为觉得是好事 你才又执着好事 好事就容易强势 柔和直指设身德 菩萨是德 我们不能蓄于理也 威仪注持有责得 领导者你情绪化 你的威严就没了 柔和直指 你才能射受众生 柔和直指是真诚 还要人家看我们脸色 真诚不了了 谁缘妙用 无方得 多少缘 讲多少话 做多少事 我们看倪秉兰老师教导他的学生 出去讲课 水都是自己带的 不给一切众生压力 这样才是在落实 菩萨所在之处 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包含李秉兰老师 不劝人受戒 因为这些事都是要人家自自然然的 那不是逼出来的 你逼了都真的都有点要不要处长 甚至让人家心上有压力反感 所以我们得冷静 团体流动率高 问题出在哪儿 我们团体有流动率 团体还是有人 那是老和尚的威德 这个我们得要认清楚 假如是我们的威德 那团体不会有流动率 甚至流动率很小 离开的还会回来 自己回来的 不是硬拉回来的 路遥知玛丽 板蛋是忠诚 而且他离开的时候 不给人家压力 也没有一句批评 一个人离开了 在团体里面批评这个人 都是情绪化 不动道人心啊 灵动千香水 不动道人心 团体的人跟我们有缘 护他的道性 还让团体的人卷入人我是非 那我们的界定功夫 不足以护持一个团体 那怎么办 让贤 你有功德哦 独得量力哦 你不恋战哦 你不恋味哦 你硬撑着 每一天 每一件事都有因果 身性因果很重要哦 陈德观察过 团体里面 几乎都有更适合的人 但是掌权的人不放 我们也只能横顺 有时候提醒了点了 主事的人还是听不懂 我们只能随缘 不攀缘 因为是他主事的 不是陈德主事的 主办要圆容 但是我们有尽到自己的本分 就好了 处处处留心皆学问啊 处处留心皆学问啊 为什么 得表演出让啊 这个时代太缺让了 大家控制的 战友的念头太强了 太可惜了 明明可以修包俗亚的功德 最后变成造众业 你说是冤大头 都是自己的一念心 能不能依教奉行 修行啊 非帝王将相所能为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很少啊 我们能从走过来的路 真正继续教训 真正看到自己跟团体的问题 上下的相处 我们有没有真正去 静一世长一世 跟这个地方因缘 政府的关系 领导的关系 能不能积取经验 难啊 事情经过之后 都是别人错 其实第一次规可不简单啊 故能改归于我 经过事情的都是别人错 通通通是唐颜事 真一顾 其实这样的一个总结 都是好面子 好面子啊 就没面子 不要面子了 才真正 才真正 给佛菩萨脸上贴经 才真有面子 执行是道场啊 在这个时代 要做事情 不得罪人 谈何容易啊 可是这个不得罪人 大家可不能理解错了 大是大非面前 要勇于站出来 勇于承担 但是决定不跟一个人 有对立 有践踏的过 因为 假如有这样的情绪 言语都会情绪化的 我们是站在互念每一个人 该讲的话要讲 但人家听不听 这个不能强求 不然 该承担不承担 该讲不讲 团体不是祸悉你吗 就像我们走过的路 明明我错了 底下的人说 是视线的 那我还把它当真 那我不是于此道极处了 错就是错了 底下的人 毕竟他 有情感作用啊 甚至给我们台阶下 可是我们可不能 很客观真实的 面对自己的状况 好 经一世 一定要长一只 走过的路 要忏悔业障啊 不然会越走 身心负担越重 事情可以增加 身心 要越轻松 不然就陷到事里面去了 是为了修行而做事 但是 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看厌 其实我们做领导者 观照自己的心念要更细致 但是 大部分的人太攀远了 忽略了自己的修身器杆 都没有误本 都是推不掉的工作啊 那就是你该做的 常常想东想西的 想要去发展什么缘 事实上 我们有这个念头啊 你真正冷静下来 我们都忽略了修身器杆 忽略修身器杆的人 才会一大堆想法 重视修身器杆的人 都觉得时间不够用 但是刚好又有推不掉的工作 可是在接这个工作的时候 又要是平衡修身器杆的本分 你不能又接一个缘 你修身器杆又表不了法 那又是攀缘 都要用理智啊 做事情 不能感情用事 不能基于意气 不能迁于感情 领导人不意啊 要带团体 面对那么多外在的缘 很容易就迷失掉了 有经验有团体 容易迷失 有讲课也容易迷失 因为大家不了解你啊 你一讲课 现在大家都缺讲课的人了 有人来讲课大家都高兴啊 都邀请你啊 但人家不一定了解你的修身器杆的状况 我们再不真实面对自己 就会被这些缘给牵走了 哎呀 社会很需要我啊 越不能误本 扎根重要啊 物本重要啊 在这个课程当中 我相信每一个人 都体会到 印光祖师说的 敦伦敬奋重要 甚至于我们分享的时候 也有不少人 分享到敦伦敬奋重要 但这个语言结束之后 能真正 保持 敦伦敬奋的态度 那就要看个人的善根父的 因缘了 我经历那么多事啊 在我面前讲很好听的人不少 我是一个很单纯的人 我很容易相信别人 我现在也很容易相信别人 但是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以前是感情丰富 很容易相信别人 现在是很真正 也很相信别人 但是容易听出来 别人是真是假 听得出来 那都有磁场了 自成之道 可以前知啊 因为我们负责这些重大因缘 佛菩萨会加持我们 会给我们灵感 可是这个也是 得要我们正念保持 不然我们也很危险 念头一不对 魔得其变 我面对 同人 跟我汇报事情 我假如被他的分别执走给影响了 我就慢慢慢慢心念会不对了 所以也很考验我的 修行啊 所以要能护念别人 那得先能护念自己的信念不偏掉才行 我们红法的路啊 比老人家难十倍百倍都不止 但是 承得这些年 确实是感觉到了 自己所面对的缘分的难度 一年比一年加码 但是我们对佛菩萨有信心呢 我们对自己 护好自己的心念 就能敢佛菩萨加持 我们对这一点 有信心 我们对佛法有信心 我们对佛法有信心 有佛法就有办法 心念对了 事事是好事 什么都不严重 我们一觉得严重啊 就被这个人这个事了 搞得自己 心里七上八下的 严不严重 都是自己的分别制作 心能定得住 用真心去回应任何事 很严重的事 可能会变成团体开智慧的事情 就像刚刚这一句的 才懂得诚实是勇敢的 更是力量 执行是道场 无需假固啊 我们都知道上一句 下一句其实很重要啊 它合在一起的 什么是执行 没有一点虚位 没有一点应付 没有一点做表面 没有一点讲好听话 讲好听话 我们在社会都是这个习惯啊 所以老人家为什么常常回应我们 好好好 我们都是去应付的话 老人家看得很清楚 你不是真心要请教的 他当然就好好好 好 今天刚好是49天了 明天50天嘛 好 是的 是的 我 有点后怕 49天过去了 一年 才有七个 49天而已 七个呢 我一年已经又过了七分之一了 太快了 太快了 我们的习气放下多少 不是开玩笑的 海贤老上说的 成佛是大事啊 其他的啥都是假的 还去控制干嘛 还去占有干嘛 还去争个对错干嘛 还去耗个面子干嘛 我们不是跟自己的法生会命开玩笑吗 今天还有情绪 太对不起自己了 就是这个忘心 占我们的真心 让我们 五死结的轮回 还让它存在 那是真对不起自己 这首任严君 阿难差点破戒 佛派着 文殊菩萨带领 这些大比丘 一群 持着 任严咒 把阿难救回来了 这一段公案也 值得我们警惕啊 阿难尊者可以想十二不经的人 遇到这样的境缘 差点没保住自己呢 我们现在的业力 会比阿难尊者小吗 我们现在行驻坐卧 佛号不能断啊 二十五菩萨 随护念佛人 魔不得其变啊 不然我们现在的魔力竟叶远了 那比阿难尊者那时候更厉害啊 这佛经都是表法啊 我们可不能看着看着就浊在 哦那是阿难尊者啊 通通是表演给我们看的 就问阿难你的心 什么是你的心呢 阿难谈到的是我现在这个思维的不就是我 我的心吗 佛陀讲那是你刹那变化的忘心 都是因为前面的一些境缘 让你产生很多的念头想法 有时候我们事还没来 脑子就一堆东西了 因为弱了太多印象了 都在阿赖耶士里面 事还没来害怕了 不能分别不能执着不能多印象 就是这些东西藏住我们的真心了 可是呢 它是来障碍我们的 我们还把它当作我的心 那不是认贼做子吗 这是认言经里面佛陀用的这四个字 认贼做子吗 这么多佛菩萨来了 海贤牢上铁定也是极乐世界来的佛菩萨来 给我们留的最重要的一句 陈佛是大事啊 其他的啥都是假的 现在心清不清静重要啊 心静佛土静啊 不要急着做事啊 没有清静心做什么事添乱啊 不能攀缘啊 能往生啊 你就是阿维悦之不善 干嘛急着现在一定要去表现什么呢 太好胜了 我现在观察不是男众好胜而已 女众也很好胜啊 好胜做好事啊 下辈子最多阿修罗啊 今天刚好啊 善导大师元吉之日啊 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他的元吉日啊 元吉啊 回归长期光啊 回归法身啊 我们今天最后一次 大家挺交流啊 我们这一生要回归安养啊 我们这一生要回归安养啊 不能再轮回心造轮回业了 随缘消旧业 不再造信仰 好 好 我们请 学长来分享 好 谢谢法师 首先有请 静晨学长 法师吉祥 大家吉祥 嗯 有点不知道 要说什么了 有点 脑袋有点空空的 嗯 本身静晨是想 要汇报一下 这50天的学习心得 嗯 但是呢 最近这两天 在跟父母应对上面呢 自己有了 又有了一些起心斗念 所以就还是 反省到自己 说的多 说的多 做的少 因为觉得 自己有很多的收获和体悟 应该都是从自己真正的 例行上面得来的 而不是 嗯 听的一些教诲 一些精确记住的收获 嗯 所以静晨还是想 嗯 对自己一个孝道上面的 一个忏悔吧 就是嗯 因为 就是在跟妈妈应对的时候 因为 嗯 妈妈对手机不懂 就很多软件都不会用 然后那个时候呢 妈妈就问 静晨这个软件要怎么用 然后呢 静晨 跟妈妈的手机型号不一样 所以就是 从网上查 应该怎么做 然后就用截图的方式 交给妈妈 但是交了四五遍的时候 嗯 妈妈还是不会 那个静晨 当时的情绪就起来了 就是 哎 但是没有跟妈妈讲 那自己心里就烦了 就想哎呀 怎么还不会呀 都交了好几遍了 然后静晨的这个情绪 就持续了两三分钟 而这个时候 妈妈就给静晨 发了一个信息 就说 哎呀我太笨了 啊我什么都不会 嗯那个什么 不弄啦呀 你你学习吧 嗯 那个你好好学习吧 这个不弄了 当时静晨看到 妈妈这个信息的时候 就就就就突然一下 就想到了 嗯就是 法师曾讲的一个故事 就是佛陀已经来 八千八千次了 然后还在不提不倦的教导我们 但是说实话 这个故事 就是当时对静晨的那一个心的时候 没有起太大的作用 那静晨就想到了一个 麻雀的故事 就是一对父子在公园里面 这个父亲老了 一直在问儿子 那是什么 然后他儿子就告诉他是麻雀 然后父亲问了很多遍 最后这个儿子就很烦 生气就摔下报纸就走了 那静晨当时就想到了这个故事 然后就想就联想到了自己的妈妈 就是想为什么妈妈不会这些东西 是因为妈妈没有时间去学这些东西 去了解这些东西 妈妈的心血全部都放在了我们孩子的身上 因为 静晨的妈妈 就像那个孟母一样 就为了不让我们的孩子受到社会上的污染 然后就离开大城市 去农村租房子住 妈妈也胆小呀 但是他没有办法 为母则刚 他就要去保护孩子 所以 静晨当时就想到了这个 就想 妈妈也是第一次做妈妈 她把最好的都给了我们 然后前几天 负责任老师也是通过孝道的这个事情 在跟我们探讨 就看到老师他红着眼圈跟我们说了一句话 就说 哎呀 我也要为你们的爸爸妈妈抱不平几句 我们能够安心在这里学习 我们最要感恩的就是父母 我们不要说先感恩别人 我们没有父母的护持 我们不可能安心在这里面学习 没有父母的德行 就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呢 其实都是父母给我们积的德 能够让我们现在在这里面安心学习 所以静晨当下 知道自己的心态出问题了 又再去埋怨父母 然后当下静晨就去转 然后就跟妈妈发信息 就说 没关系 妈妈我们多学几次就好了 我陪着你学 然后当静晨把这个心态调整之后 再去跟妈妈应对的时候 就觉得特别的幸福 就想着以前是妈妈在教静晨 吃饭教静晨走路 教了很多很多遍 那现在静晨能够去帮助到妈妈 就觉得我长大了 我好幸福 所以就通过这一个事情吧 就感受到自己在校道上落实的 真的是特别不好 因为总有很多长辈跟静晨说 你很听话你真孝顺 你做的真好 但是你不知道名不符实 所以静晨就想忏悔出来 因为自己做的真的不好 从很多地方心缘引为处去 勘验自己对父母的应对吧 所以最近在听王老师这个家庭教育课的时候 自己一开始就预设了立场 这是父母要学的 就又把这个心和眼睛去往父母身上看 然后但是呢后来静晨就转心念 因为知道这样不对 然后就说 静晨就在听课的时候就感受到了 王老师对于他们孩子的那种信任 耐心和爱心 然后静晨就说 我一定要学王老师对待女儿的那种信任 那种耐心和爱心 我要像妈妈一样 就是我现在就要作为一个妈妈的角色 我要把父母当成孩子 我就把王老师的这份爱心和耐心 用在爸爸妈妈身上 我就应该好好地爱他们 因为他们吃了很多的苦 他们出生的那个年代 和对于孩子的一个教育 他们都希望孩子是最好的 就是能够不像他们一样吃苦 所以静晨就觉得 我没有任何的要求 再应该去要求父母 去控制父母 要为我做什么 我是受害者或怎么样 应该我要体谅父母 他们是一个受害者 他们经历了很多苦 因为我长大了我学习了 我就要去爱他们 那这是静晨对于自己 把自己这个孝道不足的问题呢 向大家面前忏悔出来 自己做的真的是很不好 那最后一点呢 就是对于一个善知识的分辨 因为前两天我们看到了一个视频 一个老师讲课 的确啊 静晨一开始有点起心动念 就觉得因为这个老师在讲 学成的文化了 你就要敦伦敬奋 你自己都不做一个好样子 你怎么可能给别人标好法 那静晨就觉得 哇讲的真的是对的 啊法师也是这么讲的 要得伦敬奋 要修身自己 然后再去给 再去做好样子嘛 然后但是呢 这个老师就讲了 最后讲了一句 学成文化 就学成了猪 学成了个猪一样 那猪一样怎么怎么样 当时静晨就蒙了 就觉得不对劲 感觉特别的怪 为什么要说是猪一样 因为就想到了 法师在有一节课上面 讲到就是我们 白天很多事情挂在心上 晚上睡觉 翻来覆去 像翻什么一样 就可能是要说翻鱼一样 但是呢法师就没有说 就说的是像翻饼一样 来回翻个 所以静晨就能感受到 真正的善知识 是一定不会再给人 在阿兰耶识里面 落一些不好的印象 就是像这个 说你像猪一样 学成文化之后了 怎么怎么样 静晨就知道一个 就通过这个事情 而且呢这个老师呢 在讲课这十多分钟里面 就自称自己是老师很多遍 所以静晨就觉得 通过这个事情 让静晨就真正的感觉到 第一个就是失诚的重要性 第二个就是 建立一个正确的知见 这样在 因为我们不可能 一直在被善知识保护着 我们终归要自己走这条路 那这条路上 我们能不能够 自己的知见是正确的 能分辨这些事情 那就想到了法师说 邪师说法如横河沙 但是邪师不会在他自己的脸上 写出邪师两个字 他可能99句是对的 一句是错的 我们就被带走了 反而不自知 所以就觉得 自己要建立这个正知正见 一定要时刻的有这个警觉性 不把善知识当一个拐杖一样 一直去依靠着 而是要有一个自己明辨是非的 判断方法去跟善知识去分享 去沟通 来印证自己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就是 静晨的一个感受 就觉得 政治正见对于自己的修学路上 真的太重要了 可能一丝毫的 就是给他空过去了 就觉得 我下次就注意 我下次就知道了 可能就给自己留有余地之后 就比较 以小鸡大吧 就可能会对自己修学路上更加的不利 那以上就是静晨的一个忏悔和分享 那有不对之处 请法师与周围长辈批评指证 谢谢大家 谢谢 也没有大小的分别 善导大师说到 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 哪怕是回应母亲一句话 也都要从真实心中做 不能有不耐烦 而且要换位思考 刚刚静晨说的 她的母亲 大量的心血都在 陪伴她们 那个顶的 生活压力是很大的 她母亲也是 现代孟母了 而且 这些电子产品啊 有时候真的 没有那个环境还是很陌生的 我现在有时候发一些 东西来 我也是弄得 挺不顺的 幸好都是 这个定达在帮我 你讲的时候我就回想 当时候我奶奶 她要打电话给我姑姑 她不会打电话 所以就让我教她 当时候好像还是那个 转圈的那个 反正就是一次一次给她讲 一次一次给她讲 她也不知道播了多少次 后来 老人家会了 那她就可以 跟自己的女儿通上话了 每一次看她 她在播电话 我就 内心就挺欢喜的 就像刚刚 静晨说的 自己可以报恩 很高兴 所以这个 天地间这种循环呢 也是老天爷的一种慈悲 我们是有父母的爱跟耐性 我们才能长大成人 那父母年纪大的时候 他的生活也需要照顾 那好 就让我们有机会 就让我们有机会 去报恩了 乌鸦反哺 高养贵乳 而末法时期 邪师说法如横河沙 所以一定要有师臣 这个六祖大师说 威阴亡佛以后 以前有无师之通 威阴亡佛以后就没有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判断 而且师臣不是嘴上说师臣 我们观察事情要入目三分 你不能一听 那他说他是跟老和尚的 那你也要冷静去判断 我前不久到马来西亚去 居然有一个人 说你们都要去听 蔡理序老师讲的哪个哪个 光点 其实那个人是要借由我去 磨明文力量的 他可能是学marketing的 学市场营销的很厉害的 把我拉下来帮他做事业啊 做工作啊 那当地的人很善良啊 他叫我们听蔡老师的呢 那跟蔡老师一样了 有时候大众就很容易就 单纯了 他一讲就相信他了 就还是要冷静去判断 他讲的他做的 跟老人家的相不相应 这个很重要 再来不以神通度众生 这个都要会判断 因为末法真的斜释太多了 佛菩萨不以神通度众生 再来太上感应篇 老人家让我们扎三根呢 除了扎好自己的根以外 会判断 一个人修行有没有根基 大众容易迷信啊 大众容易迷信啊 哦 他跟老和尚出去好几次呢 那都是一个像 他有没有照着三根去做 那才有德行的基础 不脏人短 不炫几长 会标榜自己的 这个德行的根基还不足 不炫几长啊 自己付出了还常常搬出来 这个都不对 这个都是有求的心付出的 才会搬出来 做的时候根本不放心上 不会搬 你们有遇过父母搬出来说 我对你有多好吗 那说不出来的啊 开不了口 那不脏人短 不让人卷入这种是非人物的 情境里面去 哪怕是你对的多 只要 会造成 纷争了 赶快退 不要做不好的示范 好 那刚刚静晨一开始说 哎呀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这个首先我要反省 可能我刚刚的话吓到他了 这是第一个我要反省 是不是我刚刚动气了 让他有点害怕 没有法师 您讲的的确就是让晴晨知道 自己应该是 好好的去从心上去看一眼 不要落在表面的事情上 和不要就是 因为晴晨在这50天最大的收获就是 从真实心中做 不做样子 不搞拍头 所以晴晨就是从法师 刚才的那一段话当中就觉得 我真的是要安下心来 先反省自己 对 反正没有 反正您身上没有杀气 谢谢 好 那当然 还是要反思的 就是到底是不是我造成的 这是一个点 不是我造成的 可能我也要提醒大家 假如我们在听对方讲话 对方讲的你也觉得对 但是你会产生 一种自责啊难过啊 这样也不对 因为这样也是烦恼 应该说讲的都对了 哪怕我们觉得有要修正的地方 都是一种向上的 一种动力才对 所以我是要找一下原因 这个 那位说 不知道要说什么 好 我得把原因找到 因为一切事啊 不离因果 好 我们请下一位 下面有请梁平学长 法师吉祥大家吉祥 学生呢 是想跟法师和大家汇报一下 我们学习那个 因果教育挽救人心 和军钦师这个课程的一些学习体会 以及结合自己在与孩子成长经历过程中 这些因因果果的一些反思 上一次呢 学生也提到了就是说 这个果已经结了怎么办呢 好像工程很大 然后法师教会说 一灯才照这个能照亮 千年之黑暗 所以学生也很有信心 就边学边做 随着这个课程呢 也在跟孩子互动中 有了一些体会 那么通过学习这个因果教育 挽救人心这个课程呢 老法师讲的就更清楚 就更明确 这些因小果大呀 然后这个恶果出现了怎么办呢 多种善因 培植善缘 这个善果就会先现 然后呢 在老师呢 又指导说自己不要过于自责 这个一个念头转过来呢 那个两个人都放松 这样呢 也是一个休学的状态 所以自己也感受到了这个点 而且呢 在反思到这个军天师的时候呢 想到 就是当有一个阶段 女孩子就是 对应接不住拍的时候 就很无语 然后就只能听 就把这个军天师呢 这个责任和本分 没有提到 这一轮上 如果能够提起军天师呢 就会更好的去 想办法提升自己的 然后呢 提升自己的这个修身的 这个熏修啊 可能就会 早一些去 把这个盲点的状态呢 打通 所以通过这些课程呢 对于 老师的教诲啊 自己和这个经历呢 就 也感受到了 就是一报随着正报转 这个就是一念转过来 就能受到佛菩萨和这个 龙天护法老祖宗的加持 那么呢 就是孩子呢 这个遇到了这个 我们这些大家的关爱 聪迪妹妹呢 也去跟孩子见了一面 啊 见了一面呢 这也是善缘 然后孩子呢 他们唠得非常的好 然后这个 他就觉得 哎呦我终于能找到一个 把我心里话全都说出来 就是而且在法上去探讨这些问题的 呃这个人了 然后那个聪迪妹妹也非常的真诚啊 热情啊 所以她也不包装自己了 她说那你以前你跟别人闹 你也不可能用这些问题去闹 你跟同学闹就是烦恼 就是世界那一套越闹越烦恼 然后那个 有很多的疑问 然后聪迪妹妹呢 也把法师的很多的教诲说给她听 然后她就非常的这个 就是释怀了 然后等到 晚上六点多打了个电话 就说妈妈挺好的 终于有人可以就是挺痛快的去切磋 去去探讨这些问题 但是呢挺高兴的吧 感受还像法师说的 她需要一个沉淀 回去睡一觉 然后呢她说 哎呀我还一会要去学习了 你也要上课了 她说这书也看不懂 就是愁 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结果晚上十点半多又来电话了 学了三个小时学明白了 然后就是特别的法喜 告诉我说妈妈 我这三个小时哈 在那静静的静静的学 就是因为她的那些疑惑困难 好像就是得到解决了嘛 她心可能清静了 然后她说妈妈也能看懂啊 那也挺好的呀 她说不过在那做的时候 和聪迪姐姐唠的这些课 这个话就是直往外冒 这些经典的叫直往外冒 当时她就说 那个问聪迪姐姐说 法师讲的这么好 这些问题都能解决 哎呀我要听课 有没有课程 然后那个晚上就跟我妹妹要课程 然后妹妹就简单的 因为时间挺晚的 就简单发的第一天 那个孝顺父母从点滴做起 她就说妈妈 我还没来得及看 只看了一眼题目 我就领纳于心了 我眼睛就亮了 她说以前看就觉得 哎呀没什么呀 我从小都知道了 她说这一次不一样了 我等到有时间 我一定会好好的去 把法师的课程看一下 然后她说 她说妈妈就是 我坐在那这三个小时 一边看书这些一些往外冒 后来就忍不住要给我打电话 我们又唠了一个两点 但是这个两点和之前那个两点 是决然不一样的 孩子的感悟特别多 然后她就说 知道自己之前痛苦在哪儿了 就是跟同学攀比 或者追逐于别人做什么好 我一定也能做的好 她说妈妈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 我追逐都追逐错了 本末倒置了 舍本竹末 她说的 就是说 后来发现自己 不属于那一片人里的 所以说妈妈 我还是属于 传统文化和佛法这一片里的 我觉得在这面 是我发展的这个空间很大 然后呢 她就说 因为要见葱笛姐姐不认识 然后她说妈 你能不能给我拍一个照 后来我说 她说你那个水平一拍 被人发现了 后来在小家庭里交流的时候 我就说 说咱们也要 那个 那个结业了 我说可不可以申请 拍一个我们小家庭照 给儿子看一看 因为 儿子已经是我们 宗的一员了 善缘都接上了 我说跟大家 都接一个缘好不好 然后大家就给拍了一个 然后她就说 妈妈 我翻翻那个 你们家小家庭的照片 每一个人也有男生 每一个人都笑的那么灿烂 你说传统文化不好 现在压力这么大 大家怎么会笑的那么灿烂呢 所以很随喜 大家一个笑容 也是在布施 也是在表发 也会启发一个孩子的这个笑心 然后她就特别的开心 就觉得传统文化和佛法特别的好 而且当她知道自己错在哪的时候 她说妈妈 我不再感觉孤单了 因为我有佛法了 我有传统文化了 我有法了 她说我以后就可以与佛菩萨 这个依靠佛菩萨 与圣贤人为伴 我说对呀 我说老师早就说过这个 然后她基本说话就是感触太多了 我基本是插不上的 然后她又说到改过 她说以后我就要好好这个 学习传统文化和学佛法了 她说改过就谈到了凡思询 因为她这些都学她说从事上改理上改什么 她说妈妈但是我现在一下子明白了 我觉得不用那么麻烦 直接就从心上改就行了 而且她说妈妈 我是不是一定要说 我也不想跟你表白了 就不用说了 她说我就这种欢喜的心太好了 太好了 她说我就什么都不想说了 我说那我也就都懂了 她说哎呀这好啊 以后咱俩说话就我什么都不说了 你就什么都懂了 我说是啊 我说达摩祖师有一个片段 不就是这样的吗 人家怎么也没说 我说那你好好修吧 我说你这个静静 然后非常欢喜了 然后她就说 我现在想到老师说的 不要有分别执着 她说妈妈以前说改一个毛病 改一个毛病 我就觉得哪里不对 她那意思好像我明白了 我就会自然去改 不用你刻意再说 我出了教室再去改 我说老师一直在破我们的执着 我去世儿子 你现在这个思想已经就是在立行 已经就是解形相应了 然后我说 咱们李友树 那个 那个 是要见修 我说对 你当下现在已经就是改了 然后那个对这个点也破了一下执着 然后她就说佛菩萨太慈悲了 她说那个悟到以后 世间这么苦她也不走 还在这个时间 太慈悲了 太慈悲了 她说那个 我也 我要是好好的学 有我发挥的地方 她说我的发挥地方不在这 她说我要是跟着老师学 我也不能是最差的那一个 我说是啊 我说你从小就跟老师接上演 从小就听幸福人生讲座 那个思想改变命运 不点就能说出来套套的 就是都听得都非常的熟 我说你已经接上这个缘了 谁也在护念你 我说 然后她说就很有信心 然后就说自己 哎呀我哈 谁要再问我 我就说我23岁才开始学佛 因为她三岁就门着佛法 我说你不止三岁 在妈妈肚子里就听佛号 听老法师讲经了呢 然后她说 妈妈是不是也不晚 我在这晃荡这么多年 她说原来 我就这个心呢 就是飘的 老是找不着它 现在我就是找到家的感觉 妈妈你知道吗 用法系都无法来形容 她说我就是觉得 真是太好了 找到家了 我就特别的安定那种 说了好多遍 然后她说 哎呀这个 就像她给我举了一个例子 就像那个阎回看孔夫子 说人家问孔夫子的学问 阎回说 她就能像看孔夫子的学问 就像看到一扇大门一样 她说妈妈我现在感觉 就像看佛法 就像看到一道大门 她说是不是也不气馁 我说对呀 她说那我同学 还有很多的人都在迷呢 他们连大门还没看见 我说对呀 你看见了就好呀 然后她就说修心 她说现在我知道了 佛太慈悲了 我就要念佛了 之前她不喜欢念佛 也不知道念佛干啥 她就喜欢念咒 大悲咒的眼咒都能背下来 人家坐地铁 能背好多十遍的大悲咒的眼咒 她说我现在就一心一意念佛了 然后她说妈妈我再一会儿啊 跟你落完走到校园里的时候 我的脚步肯定是踏实的 我就不会再飘了 她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老跟你说 探讨活的没有意思吗 我就觉得我就要活的明白 我就不知道这么活它有什么意思 她说我现在就知道了 她说我应该是现在就是 好好地潜下来修学 她说我将来也会像聪弟姐姐那样去帮助别人 她说我说对啊 我说那可以 你只要这是明白了修身 我说你看现在青少年多苦啊 我说不是你就可以去做人吗 而且在修行 她说修学者也挺苦的 修学者要修不明白 都需要学的苦巴巴的 我说对啊 我说那你要学明白了 你不就能更好的去帮助别人 那你更有说服的 老师常常这么说 她说对妈妈 有佛法就有办法 我说哇一下子 人家就把老师的话跟我来说了 我说就和我们像 共同参加的这期课是一样的 然后她就说 那个 还突破了一个点 就后面的第二天第三天再学习 她说 哎呀妈妈 我发现我看老师呢 也特别的觉得崇拜了 就是看她的导师去去学那个啥 就跟诊的时候 之前她就是有对立嘛 所以她也就总觉得 弄不懂 她说妈妈就是来了病号 问完了诊什么的 我自己现在心里评判一下 然后听导师一说的时候 她说妈今天的病号我判的都对 我说 我说是因为你去了这些障碍 我说老师也在教我们用清静心去学习 而不是用学知识的那种去学 她说对我感悟到了 她说我现在明白了 我这是视之充便 确实是障碍 然后呢 从学习上她也得到了一些体悟 所以呢我就是 把这些呢 也汇报给法师和大家呢 就是我们 共同 从这些阴阴果果 而且呢 从这个例行的过程中 整个经历了信解行政 孩子也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好的这个表法 然后呢 从他身上其实也看到了自己的问题 自己放下了 孩子也放下了 你自己能够知道用清静心去收学呢 那孩子他其实也感受到了 所以说 在这个过程中呢 自己也在勘验 就是说以前吧 好比说一些境界转过来了 你可能就会高兴啊 或者说 哎呀终于孩子这一关过了 其实那个时候呢 就是没有找到病结 当这个主因没找到 当原因出现的时候 你又陷入痛苦了 所以这一次是从病根找到了之后呢 从这个硬下手 当孩子出现这些状况的时候 也不会过分的去 也开厌这个心 也没有过分的去欢喜啊 或怎么样 因为知道 问题 自己的问题还很大呢 还要好好的提升 怎么还会去 哎呀如是重负的那种 就没有 就是一直保持一颗平和的心 就知道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后面还有很很长的路 需要自己去走和努力 然后这是自己体会的一个点 再就体会就是众生一体 原来老师说 不要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 怎么不把他当成 他就是儿子呀 他就是事要牵挂呀 众生好像还 还远先把这个最重要的 先牵挂牵挂 但是通过这一次 因为法师呀大家呀 一直在陪伴我和孩子走这条 这条路走的这个错误走出来嘛 所以也体会到还有这个大家的乖呀 从弟妹妹的这个热心啊真诚啊 这些缘都巨逐了 孩子也走出来了 所以也非常的感恩法师 感恩大家的陪伴 嗯 然后就觉得确实众生是一体的 他只是众生中的一员 不要再把它看成是我的了 从这个点呢 也是有这么一点体悟啊 然后也跟他法治和大家汇报 有体悟不对的地方也请法师和大家指导 然后 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想提问的问题 法师在前面的开始中也都讲了 而且呢 在这个课程中就是 啊 我们啊 今天那个红法的警觉性 啊 还有那个对教学的开示 我也听了两三遍 啊 然后对这些问题呢 确实也有也有疏理 嗯 但是呢就是有一个点呢 还是有一点疑惑 就是比如说五年之前我们 把课暂时挺下来的目的是和大家想 共同回家修身 啊 但是呢 这个 后来又听老师说 教学不能挺 我觉得呢 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一个错误的抉择 然后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因果 那他 应该怎样去在这个点上去 去有一个正直正见呢 然后现在母亲啊 往生了 好像自己 嗯 好像家里 呃 比较能够脱离 但是 呃 在49天住念的时候 就有两个团队的负责人 发来这个邀请 就是说 母亲也圆满了 你是不是可以出来从教呀 什么 他们有早教班带不了 什么的 然后 那我想 其实按我自己的想法 按法师刚才说的 也说到我心里去 我也是这样想的 说是五年回来修身 其实 就感觉 就是这堂课 这一期的供修班 我才开开 好像才觉得这个真修实概 有那么一点味道 一点力道了 那个感觉 才找到 所以后面的修身 还是需要 需要 很多 很好的去提升吧 就是 也没有想说 想做什么 就是还是在这一块 还是觉得 因为刚刚开出这个 这个路嘛 自己还没走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又考虑到 那样是大众 会不会以为 你很自私呀 你就为了修 你自己要往生呀 要什么呀 这一块要应对不好的话 可能也会让大众误会 所以 这一块 学生还是比较纠结的 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理念 让学生选择 好 谢谢法师 耽误大家时间 阿弥陀佛 谢谢 祥品学长 这个佛法 其实是要 信解行正 透过事情啊 你的体正会更深 你的信解也会 因为你的体悟 而更加深 而且我们呢 不能着相 你不能着 他是我儿子 这里面 怕分别执着会增长 哎 他是我教的 这也会做相 他是这一生跟你是母子缘 那也不代表人家过去生的善根比你差 我们太容易住相了 所以五十三餐 只有自己是学生 其他是老师 一切静缘 甚至包含自己的小孩 都是五十三餐 只有自己是学生 我们不用这个心态 当父母的会卡住 当老师的也会卡住 只要心念 不是用善才通知五十三餐 就会有烦恼了 自己一有烦恼 相关的人也会有烦恼 团体也会有烦恼 一暴随着正暴转 我们每天法喜充满 当然整个团体就带动起来 我们每天有一些纠结 慢慢慢慢 团体的烦恼会产生 所以为天下者 不于天下余生 那你谈的这个一子而教也很重要 孟子这个话很有道理 但是人一执着都想自己教 像我们以出家身份 我们身边的人 他的父母都不见得 懂得借我们的力量去带孩子 对啊 所以人有时候还是会比较执着 他在 他自己教 其实尤其教自己的亲身骨肉 你讲多了伤情了 这里面都有人情势理的 对啊 这个 祥平学长也是老革命了 你相识的也很多老战友了 你都没有借力啊 太执着了 好 好 那你最后问的这个问题啊 最核心的就是自己不要执着 你不能一听要扎根了 就什么都不做了 就回家扎根 我不是说你回去是错的 是你在这个心念当中有没有执着 你真的回去了 跟扎了吗 这个又得客观来看呢 有时候 你敦伦敬奋 那刚好又有机会 跟大众做供养 而且你的心态都是劝自己 你也在 积累福报啊 福治心灵啊 而且 这个当地有缘嘛 我们在修身齐家 还能够稳定的状况 去服务一下大众 我刚刚有讲了嘛 你推不掉的 可能就是比较成熟的缘 所以很多人听老瓦斯讲经啊 他自己听了都生烦恼 因为老人家说 这个应该做 那个应该做 他听一听全都要做 有时候听一听全都不做 他没有观察老人家在硬什么鸡啊 所以要善听 善观察 善体会 尤其观察自己的心念 我们太容易紧张 太容易担忧 听一个道理是让我们安心的 我们往往听老儿上一句教诲 开始不安了 然后一调整又搅往过阵 所以明明老人家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一听就调整要不太过 要不不急 所以师父领经本来 修行还要靠个人 善友唯一很重要 因为当局者迷 有时候我们这个心念有过有不急了 自己不一定察觉到 但是你有真正 自同道合可以互相归劝的善友 他就会委婉提醒我们 我们又肯接受 那就看到自己的心念 然后去调整 每一件事 都能经一次长一次的 再来我在这里 也要提醒一下 这个孩子现在善根发动 但是会有起伏 可能下一通电话 又要聊到晚上两点 你随时要因无所助 而生其心 不要说小孩了 我们自己修学 起起伏伏多少次 对啊 好 我们听了很欢喜 你的孩子是学中医的 现在在中医行菩萨道 太缺了 太缺了 我们也很祝福 你们家跟你的孩子 谢谢 我们休息一下 阿弥陀佛法师 还有一个情况跟法师汇报一下 就是今天接到咱们那个 第四期进修班同学的一个电话 然后说了这个现象吧 我觉得挺心痛的 就是也可以大家就是引以为戒吧 他就是说 嗯 他在学校教 音乐的 音乐的 然后那个 教的音乐也挺好 我就也跟他分享了一下 我们学习的这个过程嘛 就让他怎么去更好的那个做 他说对他一个班是50是60个孩子 然后全校是几百个孩子 然后他说这个课上的挺好 但是他们当地他说有一个讲堂 有很多的老师做的就是出现的现在状况和我 我现在我们现在就是说的这个状况差不多 说这个这个老师自己就三个孩子 现在一个是一个是初中一个是小学一个是幼儿园就已经管不了了 他就是提出这些他们这个讲堂很多孩子都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孩子他学经典都是不爱学 逼着学 然后学自己爱玩的挺爱学的 而且也都是很痛苦的 然后那这些家长和领诵的老师们吗 就是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 然后还是直冲呢 而且呢就是陪孩子时间也少 下了课就把孩子都放到读经 就逼着孩子就是读经啊 周六周日啊 然后他们就是在办讲堂啊 做的很红火 但是自己孩子现在 就是他们内部老师的孩子都出问题 而且学堂的孩子也都是 就是基本上这个现象 然后他们就发现说 为什么学传统话的孩子 还没有人家学校的孩子 就是接受一些事务好像状态比较好 也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学传统文化的样子 然后呢他们说自己还不够好 还要继续努力 然后我就把自己和孩子的经历 分享给他们听 分享给他听 他说他们也找不到原因 后来他说我问一下 我比较最信任的一个师姐 所以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 当时我们是一个家庭的 然后他喊我三姐嘛 他就说三姐我想问你个问题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我就讲了一下自己和孩子的经历 然后他就好像比较明白一些 但是他现在没在他们那个团队里 他就在学校里 然后但是他感觉就是也不太对接 但是也不知道问题在哪 和这些老师交流的时候 也不知道问题在哪 那些老师也不知道 然后呢他就说你要修身哪 怎么样他说我也修了 你要听你要改过我也改啦 你看笑到这些日记啊什么的 就是有很多的话 嗯都是好像在做 但是没有看到根本 我觉得那这个学堂继续进行的话 很多的孩子还会继续 继续那个什么受害 而且他们自身要是不提身的话 后院还会经常招呼 我说后面的果还很可怕呢 还在等着呢 只不过是现在还没有呈现那么大 他们也没有意识到 还没有找到问题的根结 所以我就把我觉得这个现象挺 挺心痛的吧 我就跟法师和大家汇报一下 阿弥陀佛 好 所以大家 这个要怜悯啊 还有这么多小孩 他的父母也希望栽培他 但是可能不知道问题在哪 所以这个佛菩萨同体大悲啊都关心着呢 所以你看你稍有突破 然后佛菩萨就安排员 让你忽持忽持 这就是感应啊 佛菩萨真的是同体大悲 我去观察过这个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 每个人的际遇都不一样啊 可是每一个人 佛菩萨都是同体大悲 为什么他现在是这个状况 他不能接受 所以这个要加持 加持菩萨 所以不是佛菩萨那边的问题 是我们这些这边的问题 那也要有更多人 愿意自己突破 然后再自己 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 去护持 这些因缘 所以王伟杰老师 他孩子二十岁了 他也有很多宝贵的 教育孩子的经验 所以我们请他出来分享 那以后 他又有分享的话 我们都会发在这个 小家庭 链接给大家做参考 陈德每一个月 在英国传统文化 学习班 都有一个交流会 每个月一次 这个链接也会再发给大家 所以大家 安住当下 不要担心 佛菩萨自有安排 我们不要操心 你就去铺垫因缘 可以把王老师那个 发给他看 我们陆续还会有这些 甚至像昨天 昨天也是第八次吧 第八次学习班 几乎一半都是讲家庭教育的 都可以给他们做参考 好啊 因为 你学传统文化的人 他不在家庭里受用 他怎么可能去照顾大众呢 一定要从修身其家开始 好 有佛法就有办法 大家不要紧张 要有信心 好 我没做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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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